主席 主席 大家早安 請我們署長 有請署長 陳委員長 您好 署長 您知道今年所有的預算 到了你們衛生署的真正行政業務剩下多少嗎 您指的是 所有的預算剩多少 剩多少 你衛生署的預算 可運用的預算現在剩多少 我們這個 這個進度 我們執行的89% 除了健康保險以外 多少 署長你不知道你們可以運用的是多少 600 現在差不多還有100億 用了 139億 要你140億 是 署長你沒有在開預算會議是 有啊 140億里頭你們並沒有花在刀口上 你們補助那個 那個什麼福祉產業部分 那是經濟那個生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 補了八千多萬 這個補助是怎麼樣 醫療器材商 進行臨床實驗 這個部分是 怎麼編的 這是經濟部 福祉產業部分那邊也可以申請的 那你廠商 你們補助他 要來做這個 進行臨床實驗 有這個需要嗎 你這樣佔了你整個總預算的百分之二十二點五四耶 科技 科技業這邊是三億三億 我講的科技業三億對不對 你為什麼要 變成百分之二十二點五四喔 你的比例是這樣耶 為什麼會變這樣子 你們這樣好像都在補助別人嘛 謝謝委員關心到我們科技經費的問題 這個是在國科會成立的一個部門對不對 這是國科會 這個所主導的一個跨部會的 推動國內醫療器材的方案 那是在這個生計起飛鑽石行動方案裡面的一個部分 所以會有國科會經濟部還有衛生署一起參與 對啊 那其他都可以 你們的錢已經都很拮据了齁 我跟你講 你們現在編八千多萬 然後去補助醫療器材進口商的臨床實驗 然後呢 我們預算都還沒有通過 你們就公告了耶 你們在九月十三號 徵求計畫公告喔 先公告 不曉得經費怎麼先公告 這個不是要直接 那你公告內容是什麼 這不是直接要補助 醫療器材廠商 主要是由 像是臨床醫師 是 他如果有前面有好的 有幾個 哪些廠商 有沒有很多廠商會來申請這個方案 目前是由這個推動方案的辦公室 就是 召開說明會 由 廠商 或者是 學者 我現在問你們還沒有 預算還沒有通過你們就公告 這什麼意思 還沒有 九月十三號你們就公告 徵求計畫 是在徵求計畫 那你們公告內容是什麼 你預算都沒有 你怎麼公告呢 這個部分我們可以把這個 公告徵求的內容等一下 那是不是我們 不是啊我現在是說你的程序是顛倒嘛 我們預算還沒有通過你就 你就先公告先徵求計畫 你這個不是在在徒利他人嗎 這是整體徵 要分配是吧 但是一定會預算通過之後才會執行 那你自己的經費已經很拮据了 為什麼還要編這個經費 因為這個部分你可以在國科會 可以在經濟部 他們都可以去申請 是是是 為什麼你衛生署還要編這個預算呢 謝謝委員提醒到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呢 當時在這個跨部會計畫的時候 他是給我們一個特別額度 給我們八千八百多萬個特別額度 我是覺得你們衛生署齁自己齁 你一百四十一已經很少 不要要錢要用在刀口上 你看你們減的是什麼 減的是身心障礙 牙科的部分 你你你你回去好了 我來問那個署長 署長 剛剛那個署長 是額外在給我們的 好說明一下 那去年的牙科的 去年的 身心障礙三個三個醫學中心到現在都沒有沒有動靜 跟委員報告 那個已經在執行了 已經在執行 都已經簽約了 簽約在執行 那本來那個是去年 今年度的預算嗎 本來十二月要開幕 為什麼到現在沒有一家開幕 跟委員報告 因為那個是基金預算 不是公務預算 那你現在 公務預算你今年呢 去年有編兩千多 六千多萬 現在今年你的宣導 醫療推廣及繼續交易經費呢 你少了兩千多萬 身心障礙牙科的部分 我們全部挪到那個基金預算 一起編在基金預算裡面 而且額度 比今年的要更高 那變了多少 在醫發基金裡面 變了七千萬 你這個身心障礙牙科的部分 是 全部都是用在身心障礙牙科 你之後你拿給我看一下好不好 那你準備今年還要 你現在東部沒有 東部要身心障礙牙科的人 要治理牙 到明年中 這三家就是台大醫院 中部的中三複色醫院 還有高醫他會完成 然後明年我們會再徵求東部 明年公布 對 那你們還有減離島 三地離島原住民醫療保健 服務工作的經費五千一百六十三萬 這個部分 你們衛生室很糟糕 都在減這些弱勢的經費 到底是怎麼樣 原住民醫療服務工作的經費 也把它縮減了 各位人報告 這次減列經費 那你們的說明叫做總預算 縮減 金算 那只是一小部分 主要是因為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 在原住民的健檢的部分 那明年一百年的預算是挪制 國民健康局跟成人健檢 統整處理 那第二個部分是 原住民離島的那個醫療保健工作嗎 對對對 有四百萬一列到國民健康局 跟成人健檢做同整的處理 另外一個 成人健檢做同時處理 經費移過去 經費移過去 因為原住民的健檢裡面 也含了成人健檢的一部分 所以錢有挪過去 經費有挪過去 我看不到那個部分 可能你們就藏在那裡頭 還有那個艾滋病防治重點 族群相關衛生教育金會 你們也減了四百二十一萬 艾滋病的防治經費 謝謝 那個委員謝謝 艾滋病的這個預防 我們會繼續更加努力 我們在其他的這個預算 可能會盡量再努力來 因為這部分是我們的重點 我們會繼續努力 用各種方式 不是啊 我說署長 你回去 署長 你要注意這些弱勢者 的經費 不要再減 已經不夠了 你像那個弱勢的 那個生臟的那個牙育 小孩子的牙育 一點都沒有減還增加 你們還邊說要去 去那個那個預算時候 我在講 現在沒有時間 我還有那個 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說 呼吸器的部分 我一直在 在爭取 結果到現在 都沒有給我一個答案 那一種 呼吸器不是 氣切才 才可以給付的喔 是 不是氣切也應該 給他們 因為他們躺下去 呼吸就困難了 上次委員 你有質疑 對啊 那這個過例子都沒有解決 上次你已經質詢過了 來 報告委員 這個部分我們朝著這個方向 正在跟相關的 不要正在啦 你已經是快一點了 你馬上 看這兩天 你來跟 是是 報告好不好 好 你現在有沒有 有沒有在規劃 有 我們現在已經開了幾次的會議 沒有氣切的部分 已經開了幾次的會議 正在評估說要怎麼樣 又要正在評估 你們要訂定一個辦法出來來補助嘛 對不對 是 用健保來補助 對 目前有個案的認定的補救措施 但是這只是個案 我們現在正在說全面 應該如何 要全面 要全面 對啦 你這個之後再跟我報告 好不好 看要怎麼樣 不要再拖啦 不要再拖啦 很多人會死掉了 我跟你講 還有那個抗尼血劑 為什麼八十歲以上就要自己付費 抗尼血劑那個中風的人 因為那個訪單 因為那個訪單上面就這樣寫的嘛 我知道 你們現在是這樣 跟醫院 醫院人家急診嘛 人家已經中風了 到急診室 很急對不對 這個生命安全有關係 你們醫院就給人家簽一個 一個切結書 那切結書一簽下去就要自己付費 因為訪單上面就寫的時候 只能用到八十歲 這樣坑人家這樣不好啦 我跟你講這樣是齁 你那種那麼好的藥 如果說 應該簽切結書是簽說 你要不要打這個藥 齁 那如果打這個藥之後 有什麼危險 當然是家屬就沒有疑義 可是呢不應該給他收費啊 跟收費是兩碼事情啊 現在很多人 都跟我陳情耶 因為訪單就這麼寫嘛 訪單這麼寫 你們應該付啊 八十歲以下就可以付 為什麼八十歲以上 因為啊 那個中風率更高啊 為什麼 我們這個很簡單 為什麼要致付 他七十五歲以上的老人 特別是八十歲 他會有初選風險 我知道 可是人家家屬有簽契約 你就 你就跟他打嘛 現在就是這樣子啊 可是 打了下去 簽了契約 不但 還要收好幾萬塊的錢 如果我們醫學上明明知道 他會增加風險 那我們還同意他 不是 不是同意他 他有簽切結書 你家屬簽切結書嘛 對不對 你家屬簽一個切結書 那你不同意他 你不同意他 他要這個 這個要自殺我們也同意嗎 他要怎麼樣 你同意嗎 他要怎麼樣 同意嗎 在醫學上 你讓他這樣中風 手腳不能動 還是會增加國家的成本的啦 不是 對不對 因為他增加了初選的風險 醫學上是這樣 我們不能說他簽切結書 初選風險 我覺得這個東西 你們要去考量一下 如果人家有簽切結書 人家願意說 我們還是請教醫學專家 讓他有初選風險啊 人家願冒這個險啊 你們為什麼還要跟人家說那麼多錢 在醫院裡面他願冒一個險 這個險 是超乎醫學範圍之外的 我們還是不能做啊 不能做 你就 就不要叫人家簽啊 對不對 你就說不能打就好啦 是啊 是不能打 那簽啊又要收費 好 這個部分齁 是不是 好我們再來進行 來研究一下好不好 謝謝